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陈关泰在其中扮演戏份很重的二哥 这部电影是根据发生在清朝末年一个真实故事改编 因为剧情极具狭义情深的色彩 而且跌宕起伏的反转当时上映之后反响热烈 这部经典电影后来曾经被陈可兴与叶伟民联手 再次改编翻拍之后取名为《投名状》 主演阵容相当强大 分别由李连杰 刘德华 金城武 徐静雷为票房保驾护航 该片于2017年上映 狂展票房近1.95亿 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戏份较重的二哥 也就是当年陈关泰扮演的那个角色 由刘德华扮演 当年陈关泰在影坛叱咤风云 跟他同期出道的李小龙的名气相比 也是可以一争高下的 凭借的除了过硬的演技以外 还有他从小练就的一身真功夫 陈关泰之所以练家的出身 跟他的绅士背景有不少关系 陈关泰的爷爷与大圣批挂门的掌门人 耿德海是多年好友 或许未曾接触过武术的人并不了解 最早的时候 大圣门与批刀挂门原本是两门派系功夫 耿德海潜心研究武学多年 将这两门功夫的精妙之处融为一体 创立了大圣批挂门 陈关泰长到七八岁时 就曾经接触过这门武学 后来拜师在耿德海的徒弟陈秀中门下 黄秋生跟他师成一脉 是他的师弟 陈关泰后来还收了一个徒弟 就是后来在影视圈从业的敖家年 陈关泰的功夫在明师提导之下 日益精进 长大之后为了帮父母承担养家重任 陈关泰在消防队找了一份工作 因为从小习武 所以侠义心肠急重 每一次出火警他都冲在最前面 陈关泰的工作热情极高 因此在消防队也拥有了极佳的口碑 由于陈关泰特别喜欢交朋友 所以人脉甚广的他认识了不少影视圈的朋友 当时刘家昌和唐家 跟他的关系不错 三人经常在一起切磋拳脚功夫 不知不觉 陈关泰成了他们两人的武术指导 于是就这样很顺利的进入了演艺圈发展 陈关泰24岁那年 得到了一个人的赏识与重用 这个人就是少氏电影公司赫赫有名的导演张彻 那么陈关泰是怎么引起张彻的注意呢 原来1969年的时候 张彻参加了东南亚大型武术比赛 陈关泰凭借一身过硬的真功夫 武战告捷拿下了冠军的殊荣 就此名声大振 当年如果有互联网的话 那么陈关泰一定是热搜排行榜上的热门人物 众所周知 张彻最喜欢拍的就是功夫片 在他的影片中 多以男主坦兄的镜头居多 年轻时的陈关泰 见眉心目身材挺拔 堪称翩翩少年 张彻一眼就相中了他 很快就将其招致少氏麾下效力 正所谓欲不磨不成器 人不学不知义 随着张彻进入了影视圈的陈关泰 眼界大开的同时 在演技方面也渐渐的有所提升 进了少氏公司之后 他参演的电影虽然并不多 但每一部电影都相当经典 1972年 他参演了电影 马永珍 至今被老一辈人难以忘怀 这部由张彻亲自操刀的电影 成为一旦人的经典回忆 在此之后 陈关泰又接连拍摄了刺马和五虎将 随着影片的成功上映 陈关泰的野心空前高涨 他萌生了想自立门户的想法 于是 在此之后 他离开了少氏 远赴台湾学习影视制作 1975年 学成归来的陈关泰 自立门户成立了大盛影业 在他的监制下 有一部电影在当时上作率还算是不错 就是那部少年黄飞鸿之铁猴子 在他之后 影视圈刮起了一波 以黄飞鸿为故事核心的电影 直到流行至今 陈关泰的慧眼独具也算是开了业内先河 这部电影中 陈关泰不仅是导演 而且还是主演 后来铁猴子的绰号也因此不惊而走 在此之后 陈关泰在导演与演员的身份之间不断切换 事业开展的如火如荼 有观众这样评价陈关泰扮演的角色 他是邵氏影片的红西关专业户 只要有红西关的角色出现 你认真看看 十有八九是陈关泰演的 另外 陈关泰经常演各种不怕死的战神 或正义或邪恶的黑社会老大 总之 头把交易做得稳 打斗场面 相当浪费血浆 看他的早期电影 能让人血脉喷张 义愤填膺 陈关泰出道至今 依然活跃在影视圈 陈关泰虽然扮演了不少大侠 但是却受旧思想的影响 骨子里传宗接代的重男轻女思想相当严重 这也导致了他在婚姻与爱情当中 经常自相矛盾 也因此让不少女子饱受情伤之苦 他本人也被人诟病为负心汉 陈关泰的原配夫人生的是女儿 这让陈关泰心生意念 于是在婚内出轨 跟邵氏的女演员盈盈盈同居了六年 他原本期待着盈盈能给陈家延续香火 未曾料到盈盈生下的居然也是个女儿 于是他很快就有了小四方怡珍 后来方怡珍为他生下了大胖小子 于是他很快跟原配离婚 并且甩了小三娶方怡珍为妻 然而虽然有了儿子 但是这段婚姻的基础却与爱情没有任何关系 人的欲望都是愈合难填的 陈关泰也想拥有爱情 但是在这段婚姻里他却无法得到 于是他跟方怡珍后来也离婚了 后来陈关泰在澳洲跟一个叫方婷婷的女子结了婚 不过这段感情也并没有维持多久 激情褪去之后 剩下的只有平淡无味的柴米油盐 这让陈关泰很快就感觉腻了 于是没过几年又离婚了 就这样 经历了四段失败的婚姻之后 陈关泰对婚姻也不再抱有任何期待 他流连于花丛当中游戏人间的他 还曾跟八三版射雕英雄传中 扮演华正公主的女演员黄造石传出过绯闻 后来随着年纪越来越大 陈关泰才开始渴望家庭的温暖 73岁的时候 陈关泰再次动了成家的念头 并且娶了比他小30岁的妻子汤丽萍 两人登记结婚 这段妇女恋备受争议 被他人意润纷纷的陈关泰 对外界的解释是自己年龄大了 身边需要有人照顾 反观铁三角当中的狄龙与江大卫 与陈关泰四婚三离的婚姻经历大不相同 江大卫与妻子李琳琳从1974年结婚至今 婚龄达到47年 而且据说在前两年 李琳琳还生了一场重病 江大卫依不解代的悉心照料 让他转为为安 另外一位铁三角成员迪龙 与他青梅竹马的妻子陶米明 从小就一起拍拖 后来结婚生子之后 并没有出现任何绯闻 想当初狄龙火成那样 也没有让他的妻子存在异心 两人的感情直到现在依旧稳固 如今古希之年的陈关泰 看到两位好友几十年如一日的夫妻情深 或许也有所醒悟吧 前些时候 严禁古希的陈关泰 再次重出江湖 这一次重返影坛的他 令人不禁感慨万千 有不少人担心他的身体 是否适合再拍动作片 不过他本人却很幽默地表示 并没有太大关系 因为在此之前 也有导演想邀请他拍戏 但是他觉得并不适合自己 这一次 因为是扮演过气的武打明星 他觉得跟自己目前的情况 还是很符合的 最起码能保证观众不跳戏 去年的时候 75岁的陈关泰去医院检查身体 被医生检查出问题 都是一些陈年案记 索性发现的及时 经过调理之后 身体已经没有大碍了 经此一试 现年76岁的陈关泰 现在已经重视起养生保健了 经常通过游泳的方式进行健身 前不久体重还增加了20公斤 所以身体方面并没有太多顾虑 现在的拍摄技术 要比以前好太多了 有些武打动作 并不像以前那样危险 通过技术方式就能解决 所以如今陈关泰再次出山 赚些片酬 或许也是因为想在有生之年 在光影世界里再次重温 狭义江湖的成就感吧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味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